2014年化學卷1第十一條 其實一條裡面會叫你用提供的資料 講出它兩個性質 而表明它是一個過度金屬 那你要善用它的根據資料 所以第一就是你看到它有多個氧化素 第二你就會看到它在水裡是有不同顏色的 基本上照用就已經講得到 那之後它就問你要根據這個電子轉移的數量去定義 定義它的最終顏色是多少 那這條就比較難的 這條第一件事你要想得到是 你那個SO2溶在水裡 形成了SO4以負的時候 因為S的氧化素是由正4到正6 所以你會生成兩個電子 另外這一條另一個陷阱就是在於 它明明上面說的是VO2證 但到這裏用的是VO2證 所以它的氧化素其實在這個情況下只有正面 所以你由正5到正3的時候 就應該是出V3證這個離子 而這個離子的顏色就應該是綠色 那之後它就叫你寫回一個化學形式 其實就是在於你上面做得到 你做得到的話後面這個就不是困難的 你可以不作詞 補難度 對阿多数都可以做的 好